哇塞 我们之前介绍过的超强AI Notebook LM 这次新增了超级多的新功能 这次终于开始支援多语言 尤其是繁体中文 繁体中文的摘要 繁体中文的对答 还有繁体中文生成Podcast 不可思议吧 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 Notebook LM 好玩的所有新功能吧 好 那首先我们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 Notebook LM 就是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它是什么的话 它其实是Google的亲儿子 Google你其实第一纸约想到应该是Jamalign 但是没有 就是Notebook LM也很强 它们两个就有点像是你对双胞胎 各自有不同的个性 但是两个都非常强大哦 而且都是免费的 那Notebook LM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跟其他AI用法完全不一样 就是我们之前所知道的 所熟悉的这种AI 就是你可能直接跟它对打嘛 然后你可以用它查资料什么的 可是Notebook LM呢 你要自己丢资料进去 那它是专案式的哦 就是例如说我今天想要做一个专案 叫做研究iPhone 17 那我这个专案进去之后呢 我就可以丢所有的资料 例如说文字啊 PDF啊 网站啊 甚至YouTube影片 全部都可以丢给它 它就可以去解读里面的文字 或是你今天只给它一个资料来源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又或是说这次有一个新功能 就是你今天很懒的自己去查资料的话 它现在大家看到它里面这个界面啊 它这边其实有一个discover 就是这边这个区域呢 是你给它的所有资料 这边全部都是我给它的网站 那如果你今天真的很懒的话 其实你可以直接点这个discover 然后告诉它你今天想要查的资料啊什么的 然后例如说我现在直接给它一个 好 iPhone 17 规格好了 你可以用任何语言 就是你要用英文什么的 都可以跟它讲 这边你就可以去选说 你想要的资料来源有哪些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加入 一键全部加入 就10个来源直接汇入哦 它就会去解读里面的文字 那解读完毕之后呢 它就可以直接变成一个就是这个主题的大师 它讲话可能都会依据你给它资料来源 你就可以问它所有的问题 然后它会帮你整理所有的重点 或者是我们之前有介绍过深度研究这个功能 你也可以做完深度研究之后 把那个结果丢进来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资料丢进来之后呢 其实这整个界面是为了要帮助你了解这个主题 就是例如说你今天想要学习某个科目 然后或者是你今天想要了解 就是说 iPhone 17 之类的 那你就把资料丢进来之后呢 这后面的 例如说聊天啊 或者后面的有一些功能 全部都是要帮助你了解里面的内容 那它可以做哪些事情呢 就是除了一问一答 然后你可以跟大家探讨里面的所有的主题之外 它还可以帮你生成学习重点 心智图甚至考题啊 或是生成podcast 就是要帮你达到融会贯通的程度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学习工具哦 好 那简单介绍完毕之后 我们来讲一下这次最重要的一个更新 就是支援多语言 就是之前的NobleLM 其实主要还是以英文为主 但是这一次的更新之后呢 它基本上任何语言你都可以使用 例如说现在大家看到 它其实 帮我整理完这些英文资料之后 产出的就是中文的内容 那去哪边改这个语言的设定呢 就是在右上角有一个settings 里面呢就有一个output language 里面你就可以去选任何的语言 你可以想到语言它里面基本上都有 然后我这边就是选了繁体中文 那选择完毕之后呢 它以后的重点啊 或是你跟它对答 就是可以全部都用中文 甚至是心智图啊 然后podcast的音档里面 也都会开始使用繁体中文 那这个最强大的一个点呢 就是 呃再也没有语言隔阂了 就是你要使用AI这件事情 就是语言再也不是一个门槛 或者是借口 就是把所有的英文资料什么 全部丢进来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用中文去跟它对答 或者是用中文去吸收里面的知识 里面的精华 例如说啦 我现在就是已经 已经处理完毕了嘛 那我就可以在下面就是跟它 呃 询问iPhone17的问题 好 那中间的这个聊天的视窗 就很像我们之前 呃 讲过的所有AI 它基本上就是一问一答 然后你可以问它里面所有的资料 但是主要就是以左边这边的资料来源为主 它就是会帮你去搜寻里面有哪些 你讲到的内容 然后帮你把它呃 调阅出来 或者是它可以跟你讨论里面的一些东西 好 它就帮我把这个iPhone17的 亮点全部都写出来了 所以这边的用法呢 其实就是跟之前AI差不多 那其实呢 Noble FM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右边的这个音档生成 就是这个Audio Overview 它第一次按下去的时候 它需要处理一段时间 就是好像五分钟之类的吧 然后它就会产出一段 就是七到十分钟的一个Podcast音档 它里面呢会是一男一女的对话 那这一次更新之后 它就是直接会产生中文的Podcast 所以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看看 它生成出来给我们什么样的结果 追求极致轻薄通常就是会有取审吗 晶片用的是标准版A19不是Pro版 然后电池容量也可能比较小 看大家愿意为了那个极寂的外形犧牲多少功能 为了保牲牲这么多 这听起来风险不小 这个Podcast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奇怪 他们虽然讲话还算是自然啦 但是有一点奇怪 因为我后来又生成了另外一个主题的Podcast 我发现就是比较自然 那我们今天要播放的Podcast 它是在讲我去西班牙参观的一个伊斯兰宫殿 就是那个时候蛮特别的 是南西班牙是被伊斯兰统治的 所以留下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宫殿 然后接下来Podcast就是要来介绍这个宫殿 这样子 我们来听看看这个 这一次啊 我们要来深入看看阿尔汗布拉宫的核心 就是那个纳斯里德宫殿 对没错 我们就照着你那个导览路线走 从这个很有权威感的门开始 然后会经过行政厅 官方宫殿 还有四人住的地方 你笔记里有写 这是宫殿里比较古老的部分 哇 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好不知道大家听完有什么感觉呢 我自己觉得其实非常的自然 然后效果非常的好 尤其是拿来讲这种历史啊 然后有点像是导游的那种感觉 你就是 例如说你现在真的是走在那个景点的话 你可能一边听 然后一边听这个导览 你就不需要导游了 就是其实我这一次去 呃有出国旅游 然后是去欧洲那边 然后我就有用这种方式 来代替导游 我觉得效果非常的好 我之后会做影片 来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 我是怎么 怎么用AI来帮自己当导游 我觉得蛮有趣的 那我们刚才听到这个Podcast呢 我觉得它讲话 是真的非常的台湾的那种感觉 基本上没有什么口音 然后讲话也蛮有效果的 就蛮像真人 不会觉得很奇怪 大家也可以去试看看 就是把你有兴趣的一些主题 直接把它丢进去 然后它就可以立刻生成这个音档 而且就是它有一些免费的耳朵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 帮助学习还蛮重要的 因为我自己个人呢 其实并不是一个很爱阅读文字的人 就是如果今天一旦阅读很长篇的文章的话 我就会睡着 我有发现其实我是比较偏视觉 或是听觉的学习者 那这种Podcast对我来说 帮助就非常的大 我就是平常很通勤啊 或是日常生活 就可以听着这个Podcast 然后来吸收心智 那除了这个Podcast之外呢 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工具 就是这个心智图 那这个心智图很好玩 就是它需要一些时间来帮你生成整个资料的架构 那你进去之后 就可以非常一目了然的看到你今天这个主题 它的架构是怎样 然后你可以再点进去 它实际是一个互动式的一个界面哦 你就可以一直点下去 然后你就可以非常清楚的了解到说 这个主题 它里面有哪些内容 那它们互相的关系又是什么 就是说这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景点介绍 又或者是我的苹果新品这边 我也做了一个心智图 它就是可以一直点下去 有哪些重点它都会帮你画出来 那你今天点到最后面的时候 我刚才说它是一个互动式的 为什么 因为你点到最后啊 它不是不能往下了吗 它就是最后一个标题嘛 那你再点进去 它就会开始帮你做那个聊天搜寻 它就会帮你整理重点 例如说我今天这个景点呢 它最后可能会连结到一些象征意义之类 那我就可以去搜寻说 伊斯兰的这个花园里面有哪些象征 例如说水的意义啊什么之类的 它就会直接帮我在这边搜出来 那我就可以立刻来吸收知识 所以这个心智图我觉得设计的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以前的那种心智图 可能它就只是一张图嘛 你没有办法再点进去什么 但是这个互动式的 我觉得效果非常的好 就怎么说 我觉得它整个界面呢 它是融合的非常的好的 就是不会说你今天一个功能 它就是分出去啊 它就没有要再跟其他 例如说聊天的界面互相结合 我觉得它整合是非常好的 好那除了心智图之外呢 它后面这边也有一些功能 例如说它可以生成学习指南啊 或者是一些考题啊 常问问题或者是时间轴 你需要怎样的学习工具 就可以直接在这边选择 然后你想要新增一些笔记 你也可以直接在这边做笔记 好那我们介绍完主要界面 跟它的一些新功能之后呢 下一个我们要来讲到 它即将推出自己的APP 就是现在Nobu LM 它其实是只有网页版的 但是接下来呢 在Android的手机或者是iPhone 都可以直接下载这款Nobu LM的APP 现在其实已经可以直接预约了 然后我已经有预约了 然后是5月20号它会开放下载 就是呢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很棒的Podcast功能 接下来在手机上面 你可以直接下载下来 例如说你今天要搭一班飞机什么的 你就可以下载之后呢 在飞机上面直接听 然后它也可以背景播放 背景播放就是说 你今天这个手机关掉荧幕之后 它也是可以继续播放 它就很像是音乐 然后Podcast 它就真的很像Podcast 你就可以直接在里面听 所以就蛮方便的 那这个APP 为什么会在5月20号才发表呢 其实5月20号是Google 他们IO的开发者大会 那这个开发者大会其实非常的重要 就是去年的开发者大会 其实就发表了Nobu LM 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展示的那个Podcast的功能 大家整个吓到 他们展示的就是真的效果非常好 很像真人在录Podcast那种感觉 然后大家就会想说 真的出来会那么好吗 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软体公司 他一开始发表跟最后呈现的效果 可能会不一样 结果他最后出来的效果就是那么好 所以我们就非常期待说 今年2025 Google的这个开发者大会 上面会不会又展示一些黑科技啊什么的 那这款Nobu LM的APP 到时候可能也会是他们一大亮点 可能搞不好他们会在里面新增一些 我们没有想到的惊人科技也说不定 所以到时候呢 我们也会持续来帮大家 锁定在那场发表会上面 有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新功能 除了这个界面一些新功能还有APP之外呢 其实现在Nobu LM也有付费版了 它的付费版呢 其实是全包在那个Google One的服务里面 就是Google One里面有包含 像是Google Drive的容量啊 然后有Gemini的使用一些权限 然后在Nobu LM里面其实你可以用到就是更多的询问次数 或者是你可以丢给它更多资料 或者是刚刚那个Podcast生成 你可以用更多次之类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那个方案 就是Google One里面呢 它是650一个月 然后它可以使用这些功能 那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说它有没有特价 因为我其实蛮常看到Google One在特价的 就是好像三个月有一个还蛮优惠的价格 尤其里面呢我觉得最好用的其实是Gemini 我来跟大家讲一下Gemini到底有多好用好了 就是我们之前有介绍过深度研究嘛 我最近呢真的是最常用深度研究的就是Gemini 我发现查资料什么的Gemini最准 只要你要查的问题是有关时事 或者是比较及时需要更新的一些内容的话 真的是用Gemini比较快 不要再用TrackGPT了 因为TrackGPT查时事的东西真的很容易出错 但是Gemini真的正确率真的是极高 就例如说我这次规划旅行什么的 我一开始想说用Groke 因为我一开始最爱的AI其实是Groke 然后我就想说就用它来做我的旅行计划好了 结果后来发现就是错误百出 就是查票价啊查开放时间什么的会全错 然后我后来才发现原来Gemini是最准的 就是你今天要查火车班次 然后门票跟开放时间 Gemini真的都答对了 所以我后来例如说在现场我想要用我刚刚说的那个导游的功能 那我就会先用Gemini做一份深度研究 假设说我今天要去这个工店好了 我就会用深度研究先让它去查一下这个宫殿有哪些值得看的重点 那整理完之后呢它就会形成一份报告嘛 那这份报告就会很像是导游会讲的那些话 这些话呢我就直接把它丢到TRIGB的那个声音生成 然后我就直接听 然后这次我就带着我妈去旅行 所以我们就一人一只耳机然后在那边听她讲解 效果相当之好 效果非常好 然后我妈也非常满意 因为她就是也可以了解到当地的历史 尤其我们去的是西班牙 其实西班牙讲中文的不多 然后很多景点的那种语音导暖 它里面都是没有中文的 然后用这个方法 TRIGBT其实一次可以讲的那个篇幅还蛮长的 都可以讲到什么四五分钟 我就这样子替代了导游 那这个部分我们之后会再做影片啦 就是详细讲一下我到底怎么做出这个导游AI的部分 不过回到我们的Gemini呢 就像我说的 我觉得她查资料真的非常好用 真的大家赶快用起来 而且她有一些免费的额度 我觉得真的帮我省下了非常多的时间 包含呢 我现在会录影片啊 就是可能会做一些iOS 或者是iPhone相关的资讯 或者是甚至是AI自己本身的资讯呢 我在拍片之前 在写稿之前 我都会直接用这个深度研究 先研究一下她里面的资料 做完资料之后呢 我再自己把我想要讲的东西抽出来 然后再写成稿这样 但是呢Gemini它的优势 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个 如果你今天想要做别的事情 例如说跟她聊天 或者是想一些计划之类的话 我个人是不会用Gemini的 就像是人际关系啊 谈判啊 然后一些什么 情绪上面的处理啊 顾问啊 然后情绪资商 心理资商什么的 我全部都会用其他的 例如说TrackGPT Cloud 这两个是我最常用来做聊天的这个功能 那查资料的话 我就是会用Gemini 就是他们各司其职啦 所以呢大家如果有想要看 旅游的AI怎么使用的话 欢迎在下方留言也告诉我 或者是告诉我一些 你们特别想要着重的重点 例如说你们是比较想要看 查资料比较多一点篇幅呢 还是说现场导览多一点篇幅之类 你们也可以告诉我 我个人是非常期待那一集 我现在还没有开始写稿 因为我脑袋当中有太多的想法 真的在酝尿 然后到时候就会整个爆发出来 好那我们今天介绍这个 Nobu LM的功能就差不多到这边 我觉得它这次的新功能真的很厉害 因为它就是开始全面的支援中文 然后你也可以生成Podcast 甚至是我们刚才讲到那个导游功能呢 你就是可以做完深度研究 然后丢到这里面来生成音档 我觉得效果也非常好 其实现在那个Gemini里面 就有生成音档的功能 但是我觉得它好像还不能生成中文的样子 但是我相信之后Gemini自己本身 应该也可以生成中文的Podcast 所以就还蛮期待那天的到来 到时候我们也会直接来跟大家报告 好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玩得愉快 或是你最近有喜欢用什么AI 或是你想要了解什么AI的话呢 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最近有很多人就是在问我那个Fellow AI 但是我自己用了一下 我发现没有很好用 我自己发现不好用的东西 我就不会特别拍成影片 所以如果你发现我没有做那个AI的话 就代表我自己就是 已经觉得它不好用了对 好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